朋友们好,我是翠花姐 今天的话呢,专门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保健茶,罗汉果,陈皮茶 这个茶很简单,用的材料呢,只有两样 一个就是陈皮,一个就是罗汉果 这个陈皮呢,是我自己制作的陈皮 你看,我们已经喝了,这三个月已经用了一瓶了 罗汉果也用了五个了 原来在国内带了还有四个 用完了以后又在网上 因为当时四月份出不去 又在网上有买了一袋 一袋是六个,六个是十二美金 觉得挺贵的,但是没有办法 移情期间 在这个喝这个茶之前呢 我也问了一下就是广州的朋友 一个中医师 他们家是中医世家 我就说我的陈皮五年了,可以用吗 他说可以用了 我说那需不需要把他中间那个白色的锣给挂走它 他说不需要啊 如果不是很苦,你可以接受就可以留着它 因为它也有很多辅助的功效 化痰止咳啊,这个解毒啊 它都有它的功效,你不需要把它专门去掉 那我就每次呢,就把这个罗汉果先洗干净 把它拿,切碎 切碎后我就放到这个瓶里边 我都放到这个瓶里边 我每次的话大概 一开始用的很少 一开始因为我先生对这些茶的味道很敏感 如果有一点杂质,他就不喝的 所以我担心他接受不了 我呢就 一开始就放两小块的罗汉果 放一小片的陈皮 那这样的话味道很轻 他喝了以后他就 哎,挺好喝呀,有一点点甜味挺好喝呀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慢慢增加它的分量 后来就加重一点 就变到大概一个罗汉果 是用它个五六次那样子的 这个陈皮的话呢 我每次就是你看这种块 放两大块 大概是一个橘子皮的四分之一左右那样子 那我就来包茶 一包就包两 包一壶再翻扎 再包一次 包一大壶放到冰箱里边 他就喝大概喝个一星期左右 喝没了 我再包第二次 那我当天我就会喝 包的时候 当天热的我就会喝两三杯 那我们一直坚持喝了三个月 效果非常好 因为我家先生的话呢 他是好几年了 他一直偶尔有急声咳嗽 而且呢 你会听到他有弹声 但是他也不会把他弹咳出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你看他又经常还要出去工作 那我呢 是三月份春假以后呢 不知道是不是给这个回锅肉有关 吃了以后呢 就喉咙痛 痛了以后 两天以后呢 就开始咳 干咳 没有痰 也不发烧 也没有鼻涕 那就证明不是感冒 所以说呢 也不知道吃什么药 因为也没有痰 也没有感冒 也没有发烧 因为当时有疫情期间 我很焦虑 又觉得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当时我就启动了 喝这个罗汉果陈匹茶 很索性是一开始 我先生可以接受 他跟我一起喝 一开始很淡 慢慢增加分量 一个温水煮青蛙 有些食材也是 有些吃的东西也是 他接受不了的话 我就放一点点 跟着慢慢等他接受了 我再加重他的分量 这样子 温水煮青蛙 他都不知道 他现在还可爱喝这个茶了 每天都喝 有时没有了 他都说 哎 怎么没有茶了 我就赶紧煮 煮给他喝 真是这个茶非常非常好 我干喝以后呢 我也是坚持喝这个茶 我当时一个星期大概 我也没有每天喝 有时候我有穿插 喝一点别的保健茶 院子种的菊花 黄金菊啊 古文菊啊 还有这个 叫枸杞子啊 我也喝一点 但是以这个为主 也喝了几个月 我大概一个多月 我的咳嗽是 就这个茶 也把它治好的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罗汉果陈皮茶 我先生现在喝了三个月 他也没有再咳嗽了 基本上没有咳嗽了 他也没有谈了 其实是记得非常好 所以带大家来看看 怎么来制作这个罗汉果陈皮茶 分享给大家 好 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怎么来制作这个罗汉果陈皮茶 我们现在这已经第三壶了 这第一壶我们已经喝完了 我今天喝了三杯 比较新鲜光泽的一大杯 这个是第二壶 现在第三壶的话 因为它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加了一点点罗汉果 加了一点点陈皮 要包满这壶 放了东西 比较新鲜 大家可以喝个四五天 这样子 你看我用这个壶 为什么来用这个壶来做 用这个壶的话 比较省事儿 那我要如果是冲卡的话 用这个壶 那这个的话呢 你看先就更 这个200度 用这个模式 分这个200度 它大概包了几分钟以后呢 它就显示到这个这里 那个开门 然后这里它显示五分钟 你给你看它 它再包五分钟 包五分钟以后它是保温 保温的过程中呢 它偶尔又启动又滚它一下 它只滚一下 所以它一路就在叫果茶 这红粥那种啊 果茶 这样就一路包的话呢 你可能快就包干了 可能会很臭意的 可能就会很热气的感觉 但是你这样子啊 就包一下 它有停一下 这样子的话 它的味道也出来了 而且它很温和的味道 而且它多少水 还包多少水 所以这样子非常好 也很省事 它包了以后 它全自动冰理它 它包了以后 它大概五分钟 就是启动包 跟着呢 接着就去保温 耳耳就滚一下 大概三十五分钟 整个过程结束了 你反正放了 你就给你管了 很省事 所以说它对于 包这种保健茶 非常方便 就我们一直用这个 我来包这个保健茶 我有时也包围的茶 也别用这个 这个已经用了三四年 它就成了一块的饭 但是它蛮好用的 没有这个浮到 也可以用茶壶去包 但是呢 不能一直包 包一下呢 你就要把它停下来 让它停顿一下 让它裹个裹 跟着再包一下 就不要一直去包 不要像煲汤一样的 一直去包 正常的话 茶都是冲的 就不需要是包的 但是这个 你一定要让它味道出来 所以一定要去过吧 一定要去包 所以说这个用的材料很简单 而且大姐 我私家先生也可以接受 大姐可以喝 非常有益处 在移情期间 又真的帮我们解决了 很多的这个大的问题 真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开心 给大家分享 这个 橘子皮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收集一些橘子皮 尤其如果自己后院种的话 就更应该把它收集起来 我今年也种了两颗橘子树 以后可能会大理种一些橘子树 柠檬树 就种一些保健的 可以对日常保健 起作用的一些瓜果 蔬菜呀 花类呀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可以在家 做一些保健的茶 保健的食品 所以种植不但要会种 还要会保健 还要会吃 还要会喝 要吃的健康 喝的健康 这才是我们的种植的原点 也是我们保健的 最关键的 最开心的 希望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帮助到你们 这朋友们 你们 欢迎你们关注 点赞 转发 谢谢 我们下一次再见